从新加坡返云兵娘家度假,夫妇车祸死两子女伤。 这起死亡车祸是于昨日下午二时十五分左右,发生在东甲通往木阁第七公里处路段。 赵霍的汽车引擎严重损坏。 图 星周日报 柔佛冬假十六日讯,一对夫妇趁住开斋结带免幼子女,从新加坡返回彭亨周云兵娘家度假,熟料途中车子失控。 同样与迎面而来的休旅车相撞,夫妇俩不幸罹难,一对子女则受伤,而休旅车内二名华裔及一对太义男女接受伤送院。 这起死亡车祸 一对夫妇俩反方向车道,与一辆营修旅车相撞。 据了解,蔡克隆当场丧命,其妻子沈周荣,四十三岁,易因,则身受重伤,被送往东甲医院后抢救不果,还魂乏术,年仅八岁的蔡俊贤,男,易因,及六岁的蔡新柔,女,易因,则受伤,已被送往东甲医院救治。 至于休旅车内的司机及三名乘客也都受了伤被送院治疗。 东甲消防与拯救局接获投报后,派出一辆消防车及数名销整员赶底现场,并将男死者遗体移出送东甲医院太平间。 据女死者的妹妹昨晚在东甲医院指出,其两名外甥不断追问父母亲的情况,家人也应担心小小年纪的他们无法接受丧失双亲之痛,至今仍不敢将事实告知两名外甥,只能骗说父母亲尚在紧急病房,无法探访。 她说,家人打算带两名外甥伤是痊愈后,才为他们进行开导及视情况。 为小朋友提供所需帮忙,包括虚视是否需要接受心理方面治疗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造货的汽车引擎严重损坏。 图,星州日报。 警方及消诊人员准备将死者疑运往医院太平间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请继续往下阅读。